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三里 上个周末我们做了一件事 这件事情让我感慨万千 阳光财经在两年多以前 为观众免费开通的10个微信群 当时每个群都是满员500个人 大概是活报了一段时间 但是阳光财经三里微信账号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 就被微信平台给限制了群聊管理权限 就是不能再拉人了,也不能再建新的群 后来有一些群因为我无法管理 就慢慢的安静下来了 但是其中有一两个群至今还相当的活跃 主要是有热心观众承担的群管理工作 最近这几天我们从微信认证的所谓的企业微信 可以重新开群了 于是呢,我就像原来的老观众群发送的新的群二维码 让我感到特别意外的是 老八群的观众提出了质疑 他们说啊,Sunny,你的微信是不是被盗了 特别是我现在这个新的群 是一个叫做Matt的账户做群主 看起来就怪可疑的 网友Free的风说 诶,大家小心啊,Sunny微信号失联了 网友R&J帽炮说 Sunny,你来证明一下啊,是不是你本人啊 诶,那我说怎么证明呢 30秒内照个大头照 伸出左手大拇指 确认不是假的 你们不知道女生拍照是要化妆美颜一系列操作的吗 再说现在这个AI啊 你让拜登给你竖个大拇指,他也能做到啊 后来我想了一招 我说我到油管的最新视频下面 写上几位的微信ID,祝你们发财 然后你们截图就可以到处吹牛了 这个时候更让我想不到了是 听老实人抄底账户付90%的这位网友说 你油管账户也是被盗,我们才不上当呢 不过呢,当我把志领的评论写上他们三二的微信ID之后 他们终于相信我是李逵,不是李鬼了 现在互联网上啊,骗子是一大堆 盗用各路知名博主头像到处行骗的人确实是有不少 我老公就曾经用自己的账户潜伏到假冒三里的群里 去看看他们是怎么骗人的 大家有这种防骗意识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炒股赚钱赔钱,那是咱们运气和本事问题 如果是上当受骗,那就是存损失了 生活当中总是有陌生电话打过来说 你快递被海关查获,里面有毒品 哎呀,怎么,你护照被盗用了 大使馆正在调查你,要注销你的护照,让你回不了国 还有说,怎么,手机号被注册了 到处发诈骗信息,电信局要注销你名下所有手机号的 哎,反正就是各种名堂的骗子 在加拿大不讲英语,还说标准普通话来骗中国人 所以小心一点是必须的 这三年多来,有不少观众在微信群里面发表过各种不同的交易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波士顿的一位叫Jim的舞蹈老师 还有一位是住在美国尔湾的Jim 这个尔湾是哪里啊 我一查,是洛杉矶西南角的一个城市 Jim老师啊,他长期有几百万级别的账户 主要交易的股票还是那些大科技啊 苹果、微软、特斯拉、英伟达等这些明星股啊 但是他也不是永远的持股不动 他经常会高抛低息 涨了卖掉一些,跌了再买进来一些 底仓可能是一直都没有动的 这样长期下来,他到了年底总是会告诉大家 今年又赚了一米了 嗯,Jim有时还会偷他老婆的账户买点好股 赚了钱呢,他老婆就假装没事 赔钱呢,是什么后果,那我就不知道了 Jim和他太太是我老观众啦 从我还在一两千订阅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朋友了 像这样的老朋友还有很多啊 在整理老的微信群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的微信名字都没有换 我们还有印象的 像另一位,John,帮我管理着老七群 我没想到他到现在还在坚持做的群管理 他从2020年的3月23日开始清仓A股 买入美股,就没有再动过了 别的不说啊,光是清仓A股这三年就是最大的赢家了 更不要说买入美股不动的 我说你是怎么如此的精准呢 他说直觉啊 哎,这两位都是比较成功的投资者 在投资美股时,掌握了两个秘诀 那就是优质个股加长期投资 即使是波段交易也要在优质个股上面进行 没做对也只是输了时间 时间久了还是会解套的 股神巴菲特也是一只优质股票拿十几年 在回调的时候也会被质疑啊 像他底部清仓航空股的错误 不是还在大家的记忆当中吗 但是最后人家都能够赚到大钱 我想炒股有数也有道 数就是咱们说的消息面 画画图形啊,讲讲技术指标 企图发现两三天的走势信号 赚点波段收益 而道呢,就是投资风格的养成 交易品性的修行了 说回来,道比数要难得多了 它基本上是一种反人性的操作 就是在上涨的时候不追涨 在下跌的时候敢于抄底 而据我所知,大多数人是追涨杀跌 行情不好的时候无人问津 行情好的时候人生鼎沸 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不赚钱还亏钱 而财经博主的收益率 甚至是还低于那些大隐于世的民间股神 当然啦,多看一看像阳光财经 这种思路正常的博主的视频 长期下来呢 你也能够逐渐的形成正确的投资风格 本周美联储一席会议将要召开 星期三下午两点和两点半 又是鲍威尔砸盘的时间了 那么这次鲍威尔还会砸盘吗 99%的可能性下啊 本周是不会加息 这已经是基本达成共识了 即使是在11月 加息的概率也只有30.7% 既然如此 那是不是可以说 本周鲍威尔不但不会砸盘 还有可能是个利好呢 最近比较令人担忧的是原油价格的回升 布伦特原油现在涨到94.48一桶 纽约原油涨到94.44一桶 随着油价惯性上涨 布伦特原油将再次上100美元 这对市场人气将形成较大的打击 在一些原油现货市场 已经出现100美元一桶的原油 尼日利亚 马来西亚市场原油 星期一突破100 瑞士银行预计布伦特原油将回到100 年底目标价95美元 那能源价格的回升将提升美国整体CPI 但对核心CPI影响较为间接 因为核心CPI不计算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波动 但是呢你看劳动者一出门加个油 油就变贵了 那么他们向客户提供服务时的收费也自然就会变贵了 所以单纯的看核心CPI是扣除了能源价格 但实际上油价涨了 还是对通胀是有挑战的 眼下美联储正要停下加息的步伐 这边呢沙特和俄罗斯却在继续的单方面坚持减厂到年底 这自然会让美联储投鼠忌器 不会轻易释放鸽派言论 因此我推测 在本周一席会议上 鲍叶将会暂停加息 却不会宣布停止加息 之前说的走一步看一步 根据数据调整决策的说法 很可能会再次被提起 甚至鲍威尔可能还会在威胁说 如果通胀反弹 那还会再次加息的 星期三的一席会议声明 还有一个重要的看点 那就是点证图 这个点证图并不是每次都有 三个月才会出一次点证图 利率点证图透露了 一席会议官员每个人 把未来利率的值 设定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大多数官员认为的利率峰值是多少 将会大大提高 未来利率走向的透明度 这在加息尾声 走一步看一步的现状下 尤其重要了 点证图还会告诉我们 美联储到底还会不会加息 加息的峰值是多少 下一步就是什么时候降息 降多少 美国银行策略师认为 美联储在发布新的点证图上 我们可能会看到 明年降息的幅度达到75个基点 如果2024年降息75点 那么我认为说明两个可能 一是经济并没有出现危机 如果经济危机 降息75个点呢 明显是不够的 你想这次加息一次加75个点就出现四次了 而疫情降息则一步到位降到了零 要说明年降息75个基点 那并不算很大的刺激 也就是说经济软着陆 没有大风险 失业率也没有飙升 第二个是通胀可能会在明年稳定下来 利率可以随通胀而下调一点 如果经济不失去动力 同时通胀还能够受到控制 那就值得为这一件美联储官员点赞 2024年的牛市也就值得期待了 摩根士丹利空头迈克威尔逊 对明年的股市前景却是悲观的 当然他今年就悲观了 今年空头被指数的上涨打脸了 他说尽管今年美股在经济强劲增长的支撑下 大幅上涨 但是明年就不好说了 2024年对股市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在我看来啊 每年都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比如今年都快过去了 KPI还差得非常远 年度任务根本是完不成的 高盛下调特斯拉明年盈利预期 导致今天特斯拉下跌 高盛分析师马克·德莱尼认为 特斯拉降价 毛利率下降 会导致今年和未来的整体利润下降 它维持了特斯拉中性评级和275美元的价格目标 特斯拉在9月份将Model S和X降价了15%到19% 并于8月中旬降低了Model Y在中国的定价 在美国也有折扣 但是马斯克不这么看 他觉得牺牲一点利润 生产更多的汽车是有意义的 特斯拉的股价最近是一个上升通道的走势 下方有一个缺口 缺口的位置在256.52和260.61之间 根据缺口必补的说法 下方缺口补上的时候 大概还要再跌个七八块钱 这个缺口必补都不能叫理论 只能叫说法 缺口是怎么形成的呢 第二天开盘价比前一天收盘和最高价还高 并且第二天没有低破前一天的最高价 在K线图上形成不连续的图形 表明这几个价位没有成交量 直接就跳空上去了 缺口理论当中 牛市初期在底部突然跳空高开的启动缺口 有时就是不补的 牛市中期继续跳空缺口则大概率要补 那牛市末期最后一个跳空缺口是必补 因为马上多头就没后劲要大跌 如果我们看212元以来的上升通道 会发现212.36元第一点出现之后 特斯拉已经出现一次跳空缺口 那么256元的跳空缺口是本轮反弹以来的第二个缺口 第一个缺口可能不会补 但是第二个缺口大概率是要补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